他們婦女常常都在講那個悄悄話 關心就好了 熱情拿雞腿招待 寶貝女兒大塊的同班男同學 演員蔡湘怡在青春校園劇中 與白雲成為夫妻 並擔任福利社老闆娘 不過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 還是她蠻牛太太的經典形象 你累了嗎 當時以蠻牛太太 或騙大街小巷 走在路上大家都認得出她 如今在重操就業演戲 結下媽媽的角色 也讓她直呼根本就是渾然天成 那是因為我體型的關係 比較OBS 歐巴桑的樣子 所以說其實從年輕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有超齡演出 其實我上下超齡我以前 大概28歲的時候 演16、17歲的高中生 然後也演到過 六、七十歲的阿嬤 都演過 所以說我還蠻駕親就熟的 除了拍戲拍廣告之外 蠻牛太太也透露 自己有在創作台語歌的詞曲 新年新願望就是想成為獨當一面的創作家 展現不一樣的演藝天分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壓賽啦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導演 請幫助